福建泉州新家酒店三期坍塌事故调查报告公布 近日,国务院批复福建省泉州市新家酒店三十期坍塌事故调查报告 认定福建省泉州市新家酒店三十期坍塌事故是一级主要因违法违规建设 改建和加固施工导致建筑物坍塌的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经调查,查明事故的直接原因是 事故责任单位泉州市新兴基电工贸有限公司 将新家酒店建筑物由原四层违法增加加层改建成七层 达到极限承载能力并处于坍塌临界状态 加之事发前对底层支撑钢柱违规加固焊接作业引发钢柱失稳破坏 导致建筑物整体坍塌 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对发现的地方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公职人员履职方面的问题 和涉嫌腐败等线索及相关材料 以交福建省纪委监委事故责任追究审查调查组 有关公职人员的追责问责处理意见 福建省纪委监委另行公布